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宫廷 骨肉相谈 也曾而与我炸血与腥风 让我们翻开大藏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血仙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咸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 几世修 抬头五月处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你去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你细气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 客服洛阳 唐徽联军烧杀抢掠 兵败如山 燕朝末地 拼命北逃啊 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啊 报应元年十一月 史朝义一直在没命的往北跑 而不顾怀恩父子 也一直在背后玩命的追 史朝义从蒲州渡过黄河逃往华州 就是今天河南华去 不顾怀恩就把华州打起来 史朝义逃到魏州 不顾怀恩就打到魏州 史朝义的燕朝虽扬节度史 田成寺 率领四万多人前来阻击唐军 扑顾怀恩就把田成寺给打败 并且一路追到昌乐 今天河南南了些 史朝义呢 又搬来魏州兵马回头再战 魏州就是今天河北大明 却再度被扑顾畅给击败 眼见着唐军呢 是连战连结 一路奏凯 而史朝义呢 则疲于奔命节节败逃 燕朝的节度史们 不约而同的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坏了 这史朝义啊 马上就要完蛋 而燕朝的气数 那真是兔子尾巴也尝不了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大伙都心照不宣呢 短短几天之后 燕朝的叶俊杰度史 薛松率领 辖下的相位名刑四周 向唐朝的则禄节度史李鲍玉投降 衡阳节度史张忠志也率领赵恒申定义五周 向唐朝的河东节度史新云经投降 李鲍玉和新云经随即进入了薛松等人的驻地 接收他们的部队 解除他们的兵权 可是没过几天 蒲古怀恩却下令让薛松等人官府原职各归其位 李鲍玉和新云经大为不满 同时也深为一句 你蒲古怀恩凭什么如此独断专行 扛朝廷之楷 让他们复不复位 那是你蒲古怀恩说了算的吗 你这样明目张胆的收买人心 你想干什么 李鲜二人立刻向朝廷上表 希望朝就能对蒲古怀恩暗中戒备 严加提防 可是蒲古怀恩也得到消息了 紧干着也跟尚书戴宗 为自己辩解 这次征讨史朝义 蒲古怀恩无疑是建有大功的 戴宗李玉正对他欣赏有加 所以赶紧欠使 未免蒲古怀恩 不要生气 生什么气 对不对 你看这事 我也没信他们的 你不要这么说 并且正式搬立到诏书 说翻东京及河南 河北在叛军中担任委执者 一律赦免 既往不就 不算你是罪人 不算你是叛国 你们继续 用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职位就可以了 这一见到诏书 李鲍玉和新云经 尽管是很不服气 但是也没话可说了 皇帝下的诏书 他们没法反驳 11月24 戴宗又着生 蒲古怀恩为河北副元帅 家寿左朴叶 中书令 禅于大都户 镇北大都户等职 各种大都户 这大都户 那大都户 什么职位都到身上来了 至此 蒲古怀恩的地位 已经远远超越 郭子怡和李光碧 成为大唐军界 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这一年年底 史朝义逃到了贝州 与薛忠义等节度士会合 蒲古畅追至林青时 史朝义自横水摔 三万人回头反扑 蒲古畅设下埋伏 击败燕军 史朝义再逃 此时回合兵团 在洛阳的劫掠告一段落 又赶来参战 唐军声势更生 追至夏博 东南一带 再度大败燕军 史朝义王奔墨州 今天河北任秋市墨州镇 随后唐军五路兵马 汇师夏博 继而进军墨州 将史朝义是团团的围住 网营二年正月 公元763年 史朝义屡次出城迎战 但是呢 没有一次能成功的 全部都被唐军给打回来了 田成寺啊 劝史朝义突围前往 幽州 泛阳治所啊 征调军队 由他呢 坚守墨州 一带援兵 史朝义想来想去 觉得除了这办法以外 没别的好办法了 于是乎挑衅了五圈 惊奇 从北门的突围而去 看着史朝义仓皇远去的背影 田成寺的嘴角掠过了一丝猛冷笑 片刻之后 田成寺在城头之上就竖起了香气 唐军就这样拿下了墨州城 同时拿下的还有史朝义的母亲 妻子和儿子 随后 蒲固畅就率领三万人马继续向北追击 在归翼追上了史朝义 史朝义回头应战 再败 只好再逃 不会永远就这么逃下去的 为什么史朝义心想 因为幽州马上就要到了 史朝义对自己说 尽管说一连串的失败 几乎已经摧垮了我的信心 但是前面只要有幽州 只要有范阳 我就败不了 一想到前面那座熟悉的幽州城 史朝义还是咬着牙 告诉自己 停住 绝不能就这么垮了 只要幽州老巢还在 最后的希望就在 前面就是范阳了 史朝义的心头顿时一热 范阳到了 幽州城还会远吗 可是此刻的史朝义并不知道 他永远也到不了幽州城了 为什么 因为他亲自任命的范阳尹 燕京留守李怀仙 已经在数日前向唐朝 递交了响表 并且李怀仙还命兵马使李保中 率三千人马入驻范阳 目的就是要在这里把史朝义堵住 当满身疲惫 鸡肠碌碌的史朝义领着 几百残兵抵达范阳城下的时候 他照例看见了一个紧闭的城门 一阵强烈的沮串 以君臣大义 李保中的答复是什么 天不诱焉 唐是复兴 如今我等既已归唐 岂能再为反复 愿你从速决定去救 谋求自权之计吧 并且 田成寺必定也已经反了你了 否则官军何以至此 李保中的答复让史朝义残存的希望 彻底的破灭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让他万念俱灰 洛阳丢了 幽州降了 不仲都反了 自己的七二老小十有八九 也落在唐军手里了 此刻的史朝义真正明白了 什么叫树倒狐尊散 绝望的史朝义最后向李保中 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给我一顿饭吧 李保中此时也动了侧隐之心 毕竟那也是自己之前的主子 他把饭送到了东门口的城墙之下 这便是燕朝皇帝史朝义 最后的晚餐 吃完饭 史朝义部族当中的泛阳人 纷纷辞别了他 陆陆续续的都走进了泛阳城 走进了久别的家园 史朝义无力阻止他们走进家园的脚步 更无力阻止汹涌的泪水在自己的脸上 肆意流淌 许久过后史朝义摸摸脸上的泪痕 再次翻身上马 带着最后的白鱼骑兵 东奔广阳 这广阳就是今天北京市西南梁乡 可是广阳城门 依旧紧禁 史朝义一拨码头决定向北投奔气弹 可是走到温泉栅附近的一片树林的时候 史朝义就再也没法往前走半步了 为什么 因为一支军队堵住了他的去路 史朝义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那是李怀仙的脸 史朝义把目光从这张令人厌恶的脸上 移开最后烙在了一根粗壮的树枝上 人生的归宿啊 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一根粗壮的树枝 再加上一根结实的绳子 而这场席卷大半个帝国 深刻影响唐朝历史的安史之乱 其结局 也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朝义穷促 义与林种 怀仙 取其手 已现 唐代宗保映二年正月三十 一对泛阳来的快马 风驰电车的进入了长安 为首的那匹马上 拴着一个匣子 匣子里的史朝义是 披头散发 双目冤争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起于玄宗天保十四载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十一月 历时七年多的这场叛乱 终于在这一刻是 延期息鼓 尘埃落定 代宗李玉不禁为此感慨万千 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三朝天子 又似万端 满朝文武 但经节律 万千臣民 同心禄力 无数将士 欲雪将场 所有的这一切 如今总算是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了 所有的付出 如今总算也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回报 这对于登基才半年多的代宗李玉而言 不对于上天赐予的一份厚力 李玉感到了无比的庆幸和喜悦 他终于可以以此来告慰 玄宿二宗 以及礼堂王朝 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了 这一年三月份 代宗朝廷为玄宿二宗 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在大明宫中停放了将近一年的两宗灵鹫 终于得以入土为安 玄宗葬于太灵 位于今天陕西坡城县东北十五公里处 宿宗葬于建陵 今天陕西李泉县东北十四公里处 同年七月份 群臣为天子礼玉进宪尊号 称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同月代宗下诏大赦天下 改元广德 并且对平叛有功的所有将领 包括回合可汗以及其将领 论功行赏识 家观尽决 在暗示之乱最后阶段的所有评判功臣当中 谁的功最大 功勋最助者 那就是蒲古怀恩莫属 当初郭子怡光复长安的时候 宿宗李亨曾经情不自禁的对郭子怡说了 说物质家国由清再造 而此时此刻 戴宗李玉也很想对蒲古怀恩说同样的话 表达同样的感激和一众之情 没错 如果说没有蒲古怀恩的积极斡旋 穷凶极恶的回合人就有可能和史朝义结盟 那这样的时候 李唐王朝还能有现在的结局吗 是不是 如果不是蒲古怀恩军事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 燕朝的河北朱藩将 就有可能赋予顽抗 而史朝义也不会这么快就败亡了 所以呢 蒲古怀恩对于代宗朝廷 那可谓是鞠躬至伟 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而史之乱结束之后 大功臣蒲古怀恩的意见 就毫无一意的成了代宗朝廷 河北政策的唯一指南了 刚刚平定史朝义 蒲古怀恩迫不及待的就向代宗上表 奏请将河北燕朝降将 就地任命为唐朝节度使 李玉想都没想呆了 于是乎燕朝的河北朱藩 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河北朱藩 朝廷任命张忠志为程德军节度使 仁霞横赵申定义五周 并赐名李宝辰 任命薛松为相位行名 背词六周节度使 任命田成次为魏伯德苍颖五周都防御使 不久呢又卓他为节度使 任命李怀仙为幽周 卢龙节度使 仁霞远有六周 这帮的藩将相视而笑 用一首歌可以形容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的月亮 还是那个月亮 地盘还是那些地盘的刀枪 也还是那些刀枪 唯一不变的 唯一这个有差别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城头上那旗子 从燕朝换成了唐朝 就这么简单 这帮人也没得到什么罪 也没得到什么惩罚 我就把其一换 我成了唐朝人了 这样的差别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他们自己该喝酒喝酒 该吃肉吃肉 该干嘛干嘛 所以很多的藩将都非常的惬意 而与此同时呢 破国怀恩也在一旁笑得是意味深长 此前河北珠藩就已经向他表了忠心了 愿意投起麾下一楦桥马 如今朝廷既然承认了他们 那就等于是把河北珠镇 划入了他的势力范围 有了这些强翻做党员 普古怀恩就无需担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在叛乱平定之后被皇帝削弱了 自古以来啊 功臣和叛乱大理都是相反 但是也相成的 正是有了叛乱的存在 那才有了功臣的崛起 同样 叛乱一旦平定 那功臣必然会随之恩宠日衰 轻则兵权被削 重则被皇帝吐死狗碰啊 李朝历代这样的例子 咱们不用举大伙稍微一想 有的是 正是为了防范这点 普古怀恩才会力挺李宝臣 薛松这帮的燕巢降将 并且和他们按通管举 护卫奥远 说白了要想避免贼平宠帅 最好的办法就是养寇自重 我如果把贼都消灭了 我就没用了 我没用了怎么办呢 就要被皇帝给取消 因为我手里有权力啊 那如果我想要自己一直保持这状态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那贼留着 对于普古怀恩养寇自重的心思 戴宗李玉基本上是没什么察觉的 对他来言呢 只要河北诸藩能够弃暗投明 在这场该死的叛乱的早一天平定 那就阿弥陀佛万事大吉 至于这么做是否会导致什么隐患 是否引发什么新的危机 戴宗根本没考虑过 那么戴宗没考虑过 戴宗手底这帮人又没有考虑过呢 普古怀恩最后究竟是反也没反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